在中国影像节全球展影活动即将开幕之际,我仅代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,表示热力祝贺。 法国是发明电影的故乡,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影片《工厂大门》,就是1895年由法国努米尔兄弟拍摄的。 看电影,直到今天都是法国民众,酒精不衰的文化预伦传统。 每年观看电影的人数始终畏惧欧盟各国榜首,此次有文化和旅游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举办的中国影像节,体材广泛,内容丰富,全面反映了新中国发展的变化和成就。 我想,2022中国影像节会受到广大法国观众的欢迎和喜爱,让他们更多、更好地了解真实、立体、全面的中国。 做中国影像节全球展影活动圆满成功! 做中国影像节全球展影活动圆满成功!